地震过后很多人都发现房屋损坏了 像是新北中和这间房子后面 可以看到巷口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在房子后方的墙壁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仔细看裂痕不止一道连里头的红砖也漏了出来 地上都是掉落的水泥块 走到公寓前方也能发现破掉的玻璃 新北公务局货报派土木结构技师前往查看 墙体的部分去破坏了 那没有那个柱跟梁的系统没有产生任何的破坏 幸好建筑结构没有太大问题 但中和不止名利街还有在中山路二段这栋大楼也出现状况 从外面就能看到柱子有交叉大裂缝还不止一个地方 民众看了心惊惊 目前已经通知大楼管理处来处理 正后状况还有这一桩同样是中和区 圆山路的一条巷弄 民宅门口阶梯水不停往下流 就像小瀑布还一直蔓延到路上 住户说水管破裂水流了30多个小时 幸好最后工作人员终于来修理完毕 而地震过后房屋周遭大扫状况比较严重的 要请市府来帮忙鉴定要是需要修缮甚至被贴了红黄单 那费用该怎么办 原则上来说钱要民众自己出 除非县市政府有补助方案 才会有部分的补助款可以拿 至于像是台北市许多老公寓都没有管委会 无法申请补助 北市都更处就表示后续是否放宽规定 还在研议 希望让有需要的民众能够减轻负担 TVBS新闻 李亚娜黄凯静新北市猜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eer种� Straw 3000 web 印评论 摄短